哈喽同志们 消息回来 第五个问题 电源连压不变 S1SR闭合 滑动变速器的R的花片在A段的时候 但要正常挖光 这都画图是不是 A段 这这个变速最大 S1SR都闭合 SR闭合这个R0这个怎么着 短路 短路了是不是 那电路里面只剩 小灯泡和滑动变速器 小灯泡和滑动变速器 滑动变速器就叫R 和小灯泡 给什么条件 灯脑正常挖光 长三毛倍是不是 正常挖光 电压表V1的视数是U1 V1是谁 是小灯泡的 那就是U1 滑动变速器 消息天空里是8瓦 当开关 S1B和SR断开 S1B和SR的断开 那这玩意不就复活了吗 是不是 嗯 好 活过来 这三个串呗 是啊 不一定的 哦 这终点 那就这个东西变成R1了 是不是 是这个意思 终点嘛 此时滑动变速器效的电功功率是E瓦 那它是E瓦呗 E瓦 U1 U2 U2 U2还等于U1 写U1也没错 是不是 嗯 当个L的额定功率 那这地方的功率嘛 嗯 额定功率就是正常发光时候的功率 那下面怎么弄啊 这个 这应该是杜老师以前经常说的模型 咱们做综合题第一步先画等效电路图 是不是 是啊 等效电路图画了完以后如果你没思路的话 就想办法去求各个电阻站的比值关系 是不是 嗯 那往往是先通过找到两条电路电流的关系 是不是 是啊 那你先甭想了 先找两条电路电流关系 说这是 I1 这是A呀 是不是 嗯 那怎么弄呢 你肯定看 这有8 这有1 是不是 嗯 这是功率P的啊 这是电阻啊 这是R分的一个啊 那说明现在它 P的关系知道了 电阻R的关系知道了 照电流关系 肯定P等于 I2乘以R 哎 去哪去的 这个数据啊 这8瓦 比上1瓦 这8瓦是不是应该等于这个的平方乘以它呀 是 这1瓦呢 这1瓦呢 I2的平方乘以2分之1啊 这个能销是不是啊 是 哎 这地方下面处理的特别容易错 这边的峰母上面有个2分之1是不是啊 是 那这峰子峰母应该同成一个几啊 2分之 我说这 2 啊 不是R是什么东西 不对 是应该是R 峰子峰母同成一个R是不是啊 如果你不管这边就管这 峰子峰母同成一个R就变成1了 那这R就跑上面来了是不是啊 在上面来了 好 然后呢 现在就相当两边同成一个多少就行了 两边同成一个R分之1是不是啊 是 这个这个也能约了是不是啊 嗯 那现在这边就是 4 4比1 4比1 等于 I1平方 I2平方 那就是I1比I的多少 2比1 电流比是2比1 这地方特别特别容易比错 你知道吧 好多东西一开始这地方不是乘的R分之1 乘的是R 那乘的R的话 这边的话也乘的R就16比1是不是啊 嗯 然后他又发现 16比1正好也能开出来是几比1啊 4比1是不是啊 嗯 你错的都不知道怎么错的 这最重要答案是R比1 好 R比1 好 那就电流是R比1 那我数据可以用这个条件了 U1跟U2这个条件是不是啊 嗯 U1跟U2 好 这U1等于U2 U1等于他乘以他啊 嗯 U2呢 I2乘以R0 哦 U1等于U2呢 就是I1乘一个RL等于什么 I2乘以R0 那这个 这是几比比 2比1 2比1 这样写一下 那这个RL比上R0 就甭这么写了 我觉得麻烦 一比R 我甭写了 就这样 嗯 我直接就把它换成谁啊 2 它呢 1 换成1是不是啊 是 那也就是得到 2R 2R 要等于 R0 R0是不是啊 是 这个式子啊 那这个我就可以擦了吧 嗯 就擦了啊 然后上面也可以擦了是不是啊 嗯 上面算电流关系的啊 电流关系的啊 电流关系的技术是R0是不是啊 嗯 同志们 那现在你看 8比1的关系我也用了 U1跟U2的关系我也用了 好像题目里的条件被我用完了 同志们 嗯 你咋咋咋咋 还有没有条件呢 有 有一个隐藏条件 哎 什么隐藏条件 两个电流图的电源电压一样 哎 这永远都不会明确的告诉你 实际上咱们这个题目 题题题题题就告诉了 电源电压保时不变是不是啊 嗯 任何一道电学综合计算器 几乎都会用到的一个条件是不是啊 嗯 那下面就要利用电源总电压相等的一个方程是不是啊 电源总电压呢 就是用他 乘以他加他是不是啊 嗯 再用他乘以他加他加他是不是啊 是啊 写下啊 I1乘一个R 加上RL 等于RR乘一个什么 R分之一R 把这写上面去 这个什么条件来着 两个人写上I1比RR等于R比E写上面 还有呢 R0等于点RL 写上面是不是啊 那这地方也可以擦了 别占地方 地皮都贵啊 要不然房价怎么贵呢 干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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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 那就是乘以一个 R分之一R加上RL加上RL加上R0 2R加上R2RL是不是啊 是 等于R分之一R加上R3倍的RL 3倍的RL 那这两个合到一块是像多少啊 2R分之三 2R分之三是不是啊 是 这两个合到一块呢 RL 再说一遍 数学好得太好了吧 几L R 一个 就一个是不是啊 那就相当于就这个条件了 R比上RL是多少 等于R比三三比R R比三三比R R比三三比R 3个R等于两个RL吗 3个R等于两个RL是不是啊 诶呢 他之比先等于 他之比是不是啊 嗯 那就是等于 他的功率是8瓦 他的功率是他的额定功率 P额是不是啊 嗯 那这P额得几啊 等于 12 R3 乘以4是8 这是12是不是啊 是啊 那这P额就得多少 12瓦 12瓦 钻了是不是啊 嗯 钻了啊 那是不是下课实在快到了 你才应该等不及下课了是不是啊 你看下课多少就告诉你下课了啊 那下课之前的LOSO一句啊 这个题目虽然没有 应该不是这几个最难的一个题目我觉得啊 但这个题目我觉得它非常的具有代表性 咱们电学综合题 像是综合比较强的是 咱们一定要先画出什么 等效电路 等效电路是不是啊 想办法找出两条电路 电流之笔 电流之笔是不是啊 嗯 然后把这小的电压关系给用完是不是啊 是啊 小的电压关系用完以后 最后一定不要忘了要用 电源电压 最大那个电源电压关系是不是啊 是啊 当最大电源电压关系用完以后啊 然后咱们就可以 基本上找出来这个电路所有的电阻关系了 当电路里面所有电阻的关系笔子都知道的话 那相当于无数个位置数就变成一个位置数了 那笔子知道了吗 是不是啊 嗯 嗯 就照这些思路做下去啊 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嗯 谢谢观看